西方史纲五十讲 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密切 回想一下上一讲的内容 罗马帝国主导的基督教传统 也就是世俗的皇权 控制了教权的这套体系 是被东边的戴战亭继承了 后来又传给了俄罗斯 而在西方 整个中世纪是基督教主导的 但是西方的基督教 跟原来那套罗马帝国主导的政教传统 断线了 也就是说 西方的基督教没有被皇权控制 教权和皇权是相互独立 相互斗争的 我说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 很可能这个论断 会加持你对中世纪的一个印象 就是中世纪是一片黑暗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一讲 我先大致告诉你 为什么是错误的 然后在这个单元 新奇的故事会一个一个跳出来 你听完以后就会更清楚 中世纪其实不是一片黑暗 而是五光十色的 精彩分成的 我要帮你破除三个常见的误区 第一个 总有人说中世纪的一千年是一片黑暗 第二个误区 常有人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热曼人造成的 野蛮人哪有什么文化呀 有什么文明啊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黑暗的中世纪是基督教造成的 而且啊 中世纪的欧洲是正教合一 这种论断就纯属造谣了 是不了解中世纪和基督教的表现 下面我分别来给你说说 这三个误区应该会让你对中世纪有一个全新的印象 第一个误区 关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其实啊 中世纪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差别蛮大的 中世纪啊 大致以公元一千年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五百年 这种划分的基本依据呢 是前后两个五百年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 差别很大 前五百年啊 比较混乱 产出的文明成果很少 而后五百年比较安定 产出的文明成果啊 几乎像井喷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先来看看前五百年 回想一下我在上一讲的末尾 跟你提到的 查世纪你西针失败的时候 西方从帝国时代急速衰落 几乎到了没有文明的野蛮状态 但这还不是最糟 还有更糟 文明的演化 有时候很像我们的人生 当你觉得情况已经坏了 不能再坏的时候 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还有更坏的情况 在前面等着你 所以啊 不要相信命运女神会给你转运 而是要自己用坚定的信念扛过去 新主人热曼人 遇到了新的大麻烦 他们几个大部落之间还没有打完 建立新王国的速度 还赶不上王国被灭的速度 这个时候 更凶狠的敌人又来了 这种残酷的状况 完全不是雪上加霜可以形容的 敌人从东南西北四面 像潮水一般袭来 我给你一个一个数一数 东面是马扎尔人 他们有匈奴成分 对你没听错 就是未清或去病赶跑的匈奴 他们一路向西 冲入了欧洲 北面是维京人 俗称北欧海盗 他们南下侵袭欧洲腹地 王马人早就腾不出手来对付他们了 最显眼的失败 他们放弃了不列颠倒 岛上的国王 长期后来就由丹麦的国王坚韧 南面是穆斯林 他们从西亚进入北非 再度过直布罗塔海峡 进入了西班牙 再进一步进入高楼 也就是今天的法国 东面 北面 南面 这三股敌人 都有机会 把西方文明彻底消灭 尤其是穆斯林 你可以看一下文稿里边的地图 就会对当时西方的局势 有更清楚的认识 西方在那个时候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政治秩序荡然无存 军事上都谈不上军事 就是遍地强盗 经济 社会 文化 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你会看到 欧洲有很多城堡 现在都成了浪漫的标志 但很多城堡 其实都是这五百年里边 西方人苦不堪言的标志 这五百年里 西方的经济 就是为了吃饱饭而斗争 所谓的社会 也就是地方互助 所谓的文化 就是修道师在修道院里边 抽金书 你要说中世纪前五百年是黑暗 我基本认账 不过 就在这黑暗的五百年里 西方还是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因为它要生存 三件大事 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 热尔曼人的一个分支 法兰克人 建立了莫罗温王朝 在公元732年 距离巴黎150英里的地方 打败了穆斯林 从此以后 穆斯林对欧洲的进攻就消退了 领导这场战役的人 是当时莫罗温王朝的 公相查理马特 第二 也和查理马特有关 公元800年 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曼 加冕称帝 建立了加洛林帝国 从此以后 热尔曼人的政治秩序 就摸到了及格线 第三件大事 公元955年 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大帝 击败了马扎尔人 西方在东线上获得了安定 你看 查理马特 查理曼 加洛林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 这些名字和国家 你可能听着都很陌生 但是没有关系 后面 我们会展开讲他们的故事 这里你只需要记住 在中世纪的前500年 因为有这么几个大人物 西方终于获得了安定 到了公元1000年 安定下来的西方 就迅速的触敌反弹 政治 经济 文化 在后500年当中 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 正是这些成就 为你熟悉的 现代西方文明 打下了基础 中世纪的这后500年 和现代最近的这500年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在许多根本问题上 都是紧闭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对西方文明的全貌 做出真正可靠的划分了 希腊和罗马之间有断层 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断层 你甚至可以把中世纪的前500年 就看作一个大断层 但是 在公元1500年 也就是中世纪进入尾身 现代即将开启的时候 西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 下面来看看 对中世纪认识的第二个误区 也就是说 中世纪很黑暗 是一位新主人 热尔曼人很野蛮 我带你看看 热尔曼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热尔曼人的形象 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罗马人口中的热尔曼人 一个是热尔曼人后人心理的热尔曼人 罗马人的版本是这样的 据凯撒和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塔西托讲 罗马帝国时期的热尔曼人 他们的政治还处于部落阶段 有原始民主的风气 军事首里也就是个酋长而已 经济就是打猎 基本没有农业 文化根本就谈不上 性的都是精灵神怪 而后来的热尔曼历史学家们 当然会为自己的老祖宗变白 说他们很勇敢 很进取 很有活力 很纯洁 是腐败的罗马人污染了他们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但也都有虚假的成分 我带你找找热尔曼人的真面貌 一方面 罗马人在观察热尔曼人的时候 他们在主观上一定是傲慢的 客观上 他们只能拿自己知道的知识 去衡量热尔曼人 肯定会出现偏差 所以真正的热尔曼人 应该比罗马人写的要好 他们的确离部落不远 但是和罗马接触的时候 热尔曼人已经不再是 原始部落的那个样子 组织更有章法 这意味着上下等级 已经开始出现了 相应的 经济也基本上完成了 从渔烈到农根的转变 进入了定居的状态 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了 政治上 他们也有了习惯法 而且吸收了罗马法 所以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热尔曼人已经不是原始人了 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文明的人 另一方面 你肯定已经想到了 热尔曼人对自己祖宗的美化 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他们比起罗马人 当然是质朴的 纯朴的 纯洁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迅速跟罗马人学坏了 想想我前面跟你说过的 当时的热尔曼人 相当于驻守边疆的安禄山 热尔曼人 早就进化到安禄山这个级别了 有了雄心 有了机制 还有了谋略 所以就别拿质朴了 说事了 陈旧大业的民族 把自己说的跟小白兔一样 那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 但是 热尔曼人确实有一个方面 还真是长期的保持了单纯质朴 那就是对暴力的崇尚 对嗜血的狂热 这是西方 一直安定不下来的重要因素 西方也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逐渐克服了热尔曼人的这种野蛮习气 这样的热尔曼人 接过了罗马人留下的烂摊子 那接力棒是什么呢 我前面跟你交代过 希腊和罗马之间最重要的接力棒 是语言和哲学 但是热尔曼人这两项都不行 不过呢 也有别的接力棒 首先 热尔曼人啊 已经跟罗马人打了500年的交道 无论和罗马人曾经是敌人 还是后来成了一伙 战争和谋略总是学会了一些 也就是说 如果希腊人以文的方式带罗马人成长 那么罗马人就是以武的方式带热尔曼人成长 另外一个接力棒呢 是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啊 还真是罗马帝国的好学生 政治制度 法律 行政管理 司法审判 哲学 文字 好东西 照单全收 最后啊 我们来说说关于中世纪的第三个认知误区 那就是中世纪的黑暗啊 是由基督教造成的 中世纪是政教合一 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在于 第一 认为宗教就一定是黑暗和愚昧的 第二 把中世纪的政教关系完全搞错了 关于基督教的这两个问题 其实也就是我在这个单元 重点要跟你讲的基本的线索 现在我先告诉你基本的定位 第一 宗教不是黑暗和愚昧 而是光明和智慧 这和是否信教无关 也就是说 即便我们站在宗教之外 像哲学家一样 用理性和逻辑去观察宗教 仍然可以发现 宗教的主调是光明和智慧 第二 中世纪并不是政教合一 而是最典型的政教二元的结构 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 相互斗争 成为中世纪演化最重要的动力 这恰恰是西方文明和别的文明之间 甚至是中世纪和希腊罗马之间 最重要的差别 后面的内容里 我会不断的跟你展现 教权和政权之间相互独立 又相互斗争的这个过程 刚才跟你说的这两条线索 对于理解西方至关重要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中世纪不是一片黑暗 它可以分成前五百年和后五百年 前五百年确实衰落到了文明的边缘 中世纪的后五百年 完全和现代连在一起 并没有明显的断层 在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督教 不是愚昧和黑暗 而是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 意味着光明和智慧 西方的基督教 主导形成了最典型的政教二元结构 这种结构 不断的推动着西方向前发展 那我们下一讲 就带你看看基督教创立之初 耶稣和保罗开创的基督教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 再见